高雄彩女大学日前到德国参加奥林匹克厨艺竞赛 除了代表台湾国家队师生在烘焙项目 获得了历年最佳成绩 以学校名义参赛的选手同样表现优异 在巧克力及拉糖艺术工艺与西点艺术项目当中 拿到了两赢两同相当不容易 高雄彩女大学师生站在舞台上分享夺牌心得 这次前往德国参加奥林匹克厨艺竞赛 除了首次以台湾国家队身份征战 获得历年最佳成绩之外 厚美系时生在个人竞赛项目同样表现不俗 手艺要升世界级水准 这次我第一次比国际赛 然后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 就觉得说就算没有得牌 也是去增广见闻 就是去多看看国外的人都是怎么做的 这个长毛巷跟北极熊的话 都是我自己捏出来的 所以他要需要先捏出来 再开磨 然后再灌 然后两个组装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其实我灌是中空的 他比较不会倒下来 靠着对烘焙的兴趣 赖鹏成同学在巧克力艺术工艺竞赛当中 呼应地球暖化议题 获得评审一致赞赏拿下银牌 另外梁力提同学 也在拉糖艺术工艺竞赛项目中 获得青睐 夺下铜牌的佳击 他是一个糖块都是砂糖做出来的 所以他的对每一块糖的温度软硬度 都要非常的准确 才能拉出有光泽的效果 我是第一次比国际赛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国外的标准 他们的评分标准会在哪里 对所以我就把我所有会的技术跟技巧 全部用在这个作品上面 同学这一次就是有做足充分的准备 然后有稳定发挥 然后还有令威不乱 这样子 因为在当下它非常的冷 然后而且也气候特别的干燥 这样子 跟在台湾练习的时候的状况 是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在做这个公益的话 就是成功就成功 如果说有任何的破损的话 有可能一整组就会整个都会坏掉了 这样子 我想这是我们高三大多年来努力的一个成果 在我们的老师跟学生的共同努力之下 默默的根据反复的练习 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 高雄餐历大学在四年一次 全球最顶尖的国际厨艺竞赛当中 获得14赢2桶的成绩 尽管最后跟金牌失之交臂 但能够在67个参赛国家 3000多位选手当中获得如此佳击 学校不仅感到兴奋 也期待四年之后能够再为台湾争取光荣